最后 我们所有的人 这些履约的人 我们就有权利提出我们的主张 否定港共政府的合法性和中共政府的合法性 在这个基础上 这些证据 他作为你问脚指纹 他生物学上和证据学上 他可以确定你的自然人的 法律人的这个资质 这就是一票 其实就是跟依据和上帝的约定投出这一票 这一票就奠定所有人称王做主的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拿这些上传的这些指纹 我们委托我们的律师团 委托我们的代表 向全世界所有的民主的国家 提出我们的诉求 就是直接否定港共和中国政府的合法性 他们就是恐怖组织 他们是废徒 他们是骗子 他们是强盗 他们是战争罪犯 然后我们要要求国际 对中共这个恐怖政权 采取行动 就是大家所有的上传这个行动 你履约的这个行为 它是合法的坚实的法律依据 所以说最关键的一点 我们之前讲过的 去年2018年4月1号 我们上传那个 发出那个视频 关于全民大契约的 那个里边讲得很明白 就世界民主自由之路 终极之路就是 美国建国的死 三部曲 五月花号 独立宣言 和美国宪法 这是世界民主自由唯一的道路